這次要來分享HiveOS混卡混挖的設定 那為什麼要混卡混挖呢? 因為最近ETC的價格還不錯 那我有一張沒有在挖的ETC是4GB的 那不能挖以太那還可以挖ETC 那我想說閒置的快超過半年快一年了吧 那不挖白無挖 還有另外一張就是我的1060的顯卡 那這些張呢算力也不是很高 我也閒置蠻久的 我想說八九八組在一起吧 那我也不用再買什麼框架 就很簡單一根角墨把它鎖上去 這樣就好了 好那麼距離來說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設置呢? 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設定的方式呢 我們到Flysheet的點一下 好 好 那這邊有OK Flysheet 那我們就點進來看 這邊呢 首先當然你要挖第一個貨幣 你要選比如說我第一個挖以太 那我第二個挖ETC OK 那這邊當然選錢包 我這邊全部都用Ethermine OK 那最主要就是說你在Minor的第一個設定 這兩個設定要設定不一樣的 那我第一個設NBMinor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設定內容是什麼 點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就是說在Extra Config Argument 這裡我設定的是 我們點一下這邊 很簡單你就直接點這個部分 那這邊有意思就是說 第一張顯卡 第二張 第四張 第五張 那因為我這邊只有兩張 所以這邊我只留一個0 0就代表第一張 OK 實際上是第一張 那我們就變更 OK 好 那我就不按了 OK 那第二個呢 就是另外一個Minor 我一樣點進來 OK 那我另外的第二張 在這邊寫法就是Device 1 我們點來看 有沒有看到 一樣 0就第一張 1就第二張 3就第四張 OK 那我們設定好之後 我們要按Apply Changes 那我這邊也不再按了 因為我已經設定好了 好 那整個弄完之後 我們就整個做一個更新 那你更新完的時候呢 你的Flysheet就設定好了 那我們回到Overview這裡來看 那你記得呢 你在做混挖的狀況的時候呢 必須在這個 這個螺絲起這裡 你在這裡呢 Maintain Maintainance Mode 你這邊呢 要選擇 With Loading Drivers 就是說 當你一開始 還不曉得怎麼設定的時候呢 就到你的礦機 你把它做個選項 那你重新開機呢 它不會主動開挖 那你就有多餘的時間去調整這個設定 好 那今天的示範就到這邊 這個是非常簡單跟容易的 對 那如果說你想看 也就是說 嗯 這個實際上 看它挖礦的狀況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一樣 照以前的方式 我們就直接點 這邊會跳到另外一個視窗 好 我們再點一下 我們就寫 密碼 預設是User Password是1 那我們打Minor OK 這就是目前在挖的狀況 但是呢 你只會看到 這個是挖以太的 那這邊有個寫法 Switch Control A加A 你就按Ctrl 再A OK 這時候呢 就切到另外一張礦卡 另外一個 畢別的挖礦的畫面 好 那這個設定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也可以做這個設定 可以把你不要 呃 呃 多餘的礦卡呢 可以來做一個混挖的狀況 或者說你覺得算力 呃 不是很好的 也可以這樣這樣挖 因為其實現在可以挖礦的時間 其實並不多的 所以好好的利用這些礦卡吧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視頻 那覺得不錯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 謝謝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